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好 我自我介绍 我是麻婆校长 我在香港教育已经多过五十多年 在我教的时候 我是用什么方式教呢 我非一般的方式教 而是我学了公民式教育的方式 来教我的小朋友 学习什么 教育当然要学众应数 继续我们想大家说一说 关于UU的工作 UU是什么来的呢 它有个非谋理机构 它的全名叫Ultimate United公司 我们很感谢Killing这位主办人 它在这十年里面 做了很多单单的关系 这个小数民族的朋友 他们的情况 原来呢 其实以前我也有接触到的 但我是很皮薄的 那我为什么愿意参加这个工作呢 就是当我本来在正生书院里面 是帮助了一些学生 就是犯了事 学生在那里住的时候 我是负责他们的基础课程的 但我也有接触到一些尼泊尔 或者是这个小数人 做了引导人 我发觉原来他们很辛苦 在香港生活 甚至他们因为不懂中文 就算是有些住了很久 都仍然只懂自己的英文 或者是什么 本土的语言 Killing很好 在这十年里面 尽量去帮助他们 我认识了之后 我发觉原来他们 在香港生活 有三十年 有赢三十多万 但他们都是在工作 全委层的坏层 那我又觉得 为什么他们练习中文 学得不好呢 于是 我知道了之后 我就尝试搜索一些资料 那我搜索的资料 他们真是 成年人最赢的那些 都是只有二年班的中文基础 所以我就觉得 不可以 我希望能够透过我的小小能力 帮助他们 融入在香港 这个广东话社会 即是认识中文社会 那我自己就是 我的方法是什么 我本来我不懂的 但我已经做了五十多年 当我开始 想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不是想去做 上帝给我使命去做 因为这一群的人 都是很可爱的人 我就尝试 只是教他们 几个小朋友 学习中文 就是从K2到4年班 在九个月的课程中 真的教了他们 初初不喜欢英文 很厉害的 但来到我们这儿之后 我们上课是什么 我用我的方式去教他们之后 教了他们很开心 《I hate Chinese》 变成为 《I love Chinese》 是否有很大的对比 所以我愿意 在这一书 我继续继续做这个工作 因为YOUYOU 他们需要很多资源 譬如他们有80个单亲家庭 有些低收入的人 很多 我也知道 他们有很多资源团 能够帮助他们 但我觉得 唯独我这个缺少 因为他们很多社团 曾经教过中文 但是 那个成功率 比较低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用了公文式的教学方法之后 当然不是同样的 我加了一些我自己的方法 我做了五十多年的教学工作里面 体验到 我可以令到小朋友 由不开心变开心 他们喜欢的 怎样呀 你们都喜欢 你们支持我们 我希望 不只是支持我中文的工作 我相信我中文的工作 一路一路会发展下去 我希望帮助香港整个社会 能够多些人认识中文 甚至香港本身的小朋友 都是有这些问题的 因为始终中文是很难学的 学一只字就一只字 硬生生要寄进去 但我不用小朋友硬生生 他们很开心去读的 多谢大家 给我有这样的机会 我愿意我这个呼吁 除了用金钱之外 有些义工也需要的 让义工也帮助我们 去发展这个 因为有三十多万人 在香港 我们现在只帮了多少 不是很多 我们希望 以一个慢慢感应到 其他人 愿意在这件工作上 帮助他们去脱贫 我们希望 帮助他们 在香港 变成他们快乐的家庭 不只是做低胆的事 是低层的 我想他们做一些 expert的人 他们有自己在香港 那种 另一类的生活方式 希望大家支持 不单只用钱支持 还有什么 你的精神可以支持 介绍多些人的认识 I'll be united I'll do that g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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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